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历过80年代的人 相信都明白 旅到家人买一只超合金那种开心法 来到手机年代 ES合金系列设计师阿Loo 就这么觉得 现在的小朋友也越来越少去玩 超合金玩具 超合金玩具也局限了 可能是70后 80后的人 才会很有兴趣和很热切去玩 其实除了玩家人口老化之外 旅超合金还面对其他难处 申请版权方面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们往往都希望我们有些实跡 他们才会去考虑 所以我们仍在努力 去拿不同的版权 拿版权这么困难 不知道有没有是拿不到 但是又很想做的作品呢 ES合金系列的话 我自己最想最想拿的版权 始终还是勇者王 不想假手于人 阿Loo唯有继续做其他挑战 除了ES十金系列之外 也有做其他新的尝试 其中之一就是 你已经出了街的 純粹斯巴达 除了这一款之外 Massure Robot 这个系列对我来说 那个意义 比起ES十金更加深 因为是一种更加深的情意结 很小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 经常扭转买 变成金刚 扭不到 就会 买了Massure Robot 所以我小时候也有很多 所以Massure Robot 对我来说 是家人 和我自己 一个共同回忆 玩具很大程度 是一个情意结去主导的 无论是玩那个 还是设计那个 其实都是 就是 都是珍惜那份回忆 一个情意结 决定了阿Loo工作的方向 至于为什么可以到达 现在的成就 他就这么看 我很相信 作为一个香港人 是浸淫在动漫画 文化这么多年 我们没有理由只是 接收 而不能够去 生产和制作一些东西 虽然我们可能 资源不是那么丰富 技术也未必是那么成熟 但我觉得 我们是 有那个文化在背后 我们是能够做到一些 输给 日本本身的一些设计 ES金系列 现在在日本 已经有稳定销量 证明肯坚持 做得好 自然会有人认同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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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